辽田园的常识宝典 快速浏览联合国世界遗产 亚洲第五部分 我们继续看了 我们这边是快速 因为我另外有一个单元是比较详细的 但是全世界一千多个 讲不完 所以这边是快速浏览 像泰国它有六个 最多的是中国大陆 有大概六十多个吧 泰国有六个 泰国有六个文化或者自然的世界遗产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它选出来的 那都不得了了 在每一年选几个 现在经过几十年了 总共一千一两百个 每一年都会选几个 能够选上都不容易 泰国第一个 苏可泰 这都翻译得无所谓了 它原文泰文 大家看不懂 就算写成英文也不准 反正中文更不准 反正就是大概这个音 不同 可能要翻译好几种 苏可泰 反正这个音 历史成正 1991年入选 它是 它是泰国 泰国最早的 最早的王朝 泰国最早的王朝 泰国最早 它大概是差不多 13世纪 差不多13世纪 1200多少年 它的这个王朝的 这个苏可泰王朝 在之前有没有 在之前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 这个苏可泰 它第一个是说 有证据 挖出来 也不是说挖出来 就是发现的 最早的 那之前可能还有 不确定 但是可能买起来了 或怎么样 所以最早 这个1200多年 也没有很久 可最早 一个王朝的 等于首都 泰国式的建筑 都是有点 佛教的建筑 因为佛教是西元前 500多年就有 所以到这个时候也很多年了 也这个 1000多年 所以它这个首都 就看一下 所以这些 1000多个 这 世界遗产 我们也不可能 每一个走投都不可能 我们就是大概了解 有个印象就好 这第一个 苏可泰 历史城镇 泰国现在发现 最早的王朝的首都 这只是一部分 一部分 那个中兴群 大概在这一带 那看起来好像 也看不出来了 好像看起来 也住不了多少人 反正都是皇族 然后它第二个 文化遗产是 叫做这个 也是都是翻译了 阿语陀耶古城 1991年 变成文化遗产 反正人为的都是文化 天然的自然 也是泰国古代 阿语陀耶王朝的 这个国度的遗址 它大概现在差不多 14世纪 1300多年 14世纪 这是泰国第二个 前面讲的 前面讲的苏可泰 是第一个发现的 王朝首都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首都 它大概 维持了大概400多年吧 好像是到了18世纪 这王朝就终结 突然终结呢 有时候是内乱 有时候是干旱 天灾 它是被缅甸 缅甸攻陷了 缅甸的军队攻陷 摧毁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也是带有佛教味道的建筑 不是当初原始的 因为它当初被缅甸军队 摧毁掉了 所以这是后来重建 重建 那个历史资料显示 就大概 14 15 16到大概18世纪 大概有400年 繁荣了400年 历史资料显示 当时它是一个世界上很大 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之一 但是后来被缅甸 攻陷了 摧毁掉了 这些都是新盖的 所以你看起来 好像没有很旧 是啊 它没有很旧 新盖了 盖了一些 到现在几百年了 这个同爱 惠卡肯 这个念都不好 念都翻译了 野生动物保护区 它是泰国跟东南亚 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面积大概有 差不多6000多平方公里 大概有 也很大啦 6000多平方公里 有这个 差不多六 六分之一 台湾大也很大 是泰国最大的 生物保护区 有各种生物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 第四个呢 是泰国第四个 是班清考古遗址 这考古遗址 就比较不一般了 他是二十世纪的时候 大概一九六几年 被一个美国人发现了 所以这个很奇怪 不是泰国人发现 是美国人发现的 他一直住在那边 就发现了 就好像是 土耳其里面发现 以前的 特罗伊遗址 结果是谁发现的 也不是土耳其人发现 也不是希腊人发现 不是罗马人发现 就是德国人发现 德国商人 有钱人发现了 那这美国人发现了 发现他 就要往下挖嘛 因为有时候 那个地上 你看不错 就往下挖 就一挖挖六成 特罗伊那也是挖了 七八成啊 本来还以为是其中啊 可能第七成啊 是就后来发现 不是那更早的 好像第六成 才是特罗伊的 所以他有很多成啊 他有一个那个 破断面啊 越上面 当然是越后面了 越下面是越早了 就他挖了六成 最底层挖到 就碳石室啊 就是放射线了 去测 就测的该 西元前3600多年 公元前3600 连现在到现在5000多年 5700多年了 5700多年 很早了 那我们现在一般讲啊 这个青铜器啊 中国很早用青铜器啊 然后那个西方 那个伊拉克那边 美索布达米啊 两河流域那边 也有 也有啊 但是这个更早 这个比中国的这个 下朝商朝 我们下朝商朝 还等于是传说嘛 那美索布达米啊 他外国是承认 为什么承认 他有这个卸行蚊子 有泥板了 他们承认 可是这个更早 更早 还要早了几百年 所以有人认为啊 有靠谷学校认为 他是世界上 青铜器最早是在这个 班青靠谷医治 可是呢 发现了青铜器 可是呢 也不承认 也不承认 他是古代文明 不然不得了啊 这比两河六域还早 不得了 因为他有些 靠谷学校一些条件啊 就三个条件啊 就是一个就是 你要有食物挖出来 他有 这个条件符合 可是呢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第三条件 不符合 第二个条件 就是要有大群人 聚集在那边 他有挖到青铜器 可是没有大群人 但是也可以想见了 一定要不少人 才能发明这个 第三个很重要 要有文字 要有文字 所以我们那个 商朝 所以西班人只承认 我们到商朝的 某一个阶段啊 就是有甲骨文 夏朝不承认 夏朝人说 我们中国 靠谷学校有挖出一些 这个恶里头文明啊 他不承认 没有文字就不承认 所以他这个情况下 青铜器他最早 可是他没有文字啊 也没有 大规模人群聚集 所以要三个条件 才算文明 然后泰国第五个是 东巴野岩山啊 考爱山一个森林保护区 你说这个 为什么还有两个名字呢 因为他有五个 就等等啊 巴野岩山 考爱山等等 他有五个啊 五个国家公园跟保护区 有五个国家公园啊 那这个 这个照片解析度也不高啊 也看不出来啊 反正里面那个 特殊的动植物很多啊 这个国家公园 那泰国第六个呢 是 钢卡章啊 森林保护区 是泰国最大的啊 泰国的最大的一个啊 一个国家公园啊 啊 这泰国有六个 我们再看巴基斯坦啊 巴基斯坦以前是跟印度 连在一起啊 后来才独立啊 才独立啊 所以他们 也可以算 同文同种啊 但是两个分家以后 不合 一天到晚吵架 因为印度啊 以前古印度跟巴基斯坦在一起 就是很复杂啊 语言太复杂了 人种太复杂了 所以你说现在印度啊 它像单一国家 可是也是 也是不合啊 就是人种太复杂啊 饮食习惯 宗教习惯 各方面的习惯 还有分了个好几种啊 四五种的种族阶级啊 所以复杂不得了 所以很难团结啊 印度很难团结啊 所以印度人说 为什么那么穷啊 干嘛 因为它 它就不合群嘛 可是不合群 它也没办法 人种也不一样 语言也不一样 生活习惯什么 全部都不一样 那就会来合作 这巴基斯坦也有六个啊 摩罕佐 达罗考 这个是很有名的 是印度和刘裕海 一个古文明啊 一个算是最重要的城市啊 在公元前 两千六百年前啊 建起来的啊 这也是等于我们下朝商朝 很早啊 我们下朝商朝还没有什么挖出来嘛 不像他这个 至少他挖出一个一个完整的啊 一个古文明的遗址 公元前两千年很早啊 离现在这个 四千七百多年 很久了啊 这个 以前那个 印度和刘裕最重要的一个古文明啊 然后塔克希拉呢 是古代巴基斯坦啊 这古代印度啊 印度文明啊 印度和文明啊 一个古代的一个 一个佛教中心啊 最早大概公元前六世纪就差不多 差不多是啊 然后再变成佛教的中心啊 这个时间太久了 很多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看不出什么明堂出来 然后塔克特181啊 这个念都不好念 佛教遗址啊 它是古代啊 建陀罗国啊 最大的佛教遗址 现存的 保持现在的状况还不错 但图片上看起来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啊 它是那个 差不多 它时间是 大概公元前 差不多一百年啊 一百年 然后到了大概公元七百年左右 废弃掉了啊 这个佛教遗址 然后这个 塔纳城啊 历史建筑啊 是古代巴黎斯坦 有三代王朝啊 的首都就进来这边 然后有大概上千座啊 古代的坟墓啊 当然都是黄金贵族啊 这些啊 现在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这古迹嘛 古迹 现在看起来都很斑驳了 然后也只能有一部分啊 其他部分可能就是 地震啊 冰塞啊 什么就摧毁掉了啊 所以现在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拉赫古堡啊 跟那个夏里玛尔公园啊 他是 1021年啊 一个叫做末尔王朝 这个王朝他很有名的啊 一座 这当错了啊 军事 军事堡垒 军事堡垒 他是 他大概 他地方大概是在 那个巴黎斯坦第二 第二大城市啊 叫拉赫 拉赫 大概这个公元第11世纪的时候 一个叫做 叫什么 加之尼啊 一个叫加之尼王朝啊 盖的啊 然后那个末末王朝啊 末末王朝的皇帝啊 把他这个 迁都 迁都到这个地方 然后盖了一个很大的军事堡垒 抵抗 抵抗 抵抗外主 然后 我们看 巴黎斯坦最后一个 第六个啊 罗赫达是要塞啊 是印度啊 赤大陆 我们说印度啊 印度半岛 但是他比半岛还大 所以叫印度赤大陆啊 就是没有大陆那么大 他赤大陆 最大的 军事要塞 是印 这盖的比较晚啊 大概在16世纪啊 16世纪的时候 在盖起来啊 非常大的一个要塞 当然现在看起来 这个也不是很完整啊 所以我们这边啊 就介绍泰国啊 各有巴基斯坦 各有六个 文明 这个世界的遗产啊 就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设计讲到这里